iPad Pro 縱使有上千個理由可以成為你的下一台電腦 它也不會是你的下一台電腦 我們曾經開箱過 Apple 堪稱效能怪物的 iPad Pro 2018 硬體跑分甚至贏過不少筆記型電腦 連 Apple 的宣傳影片都列出五大理由 保證 iPad Pro 可以是你的下一台電腦 所以它真的可以取代你的筆電 讓你工作與休息一整天嗎? 上次我講到 Google Pixel Slade 生產力大勝 iPad Pro 有一些網友不服氣 因此我們決定給 iPad Pro 一個機會 挑戰下列五個工作項目與娛樂情境 就僅靠 iPad Pro 2018 與 Apple Pencil 2 一起來看看到底是否能夠順利達成我們的工作娛樂大挑戰吧 挑戰一 YouTuber 日常 平常我們發片會需要製作縮圖 編輯影片內文與標題 然後回覆觀眾的留言 在 iPad Pro 的環境下 我們使用 Keynote 做封面縮圖 那因為我們已經有了慣用的套版 所以只要匯錄照片 App 中的照片 再來編輯文字還有位置就好 在平板上使用起來的流暢度和電腦差不多 用手指移動項目也會出現比例尺和磁吸功能方便較準 而 Apple Pencil 就派不上用場了 它會切換成手寫模式 可是這裡幾乎用不到啦 將圖片輸出後 就到 YouTube Studio 編輯內文吧 這部分也是不需要太費力就可以處理好 可惜的是片尾畫面跟資訊卡 就沒有辦法在 YouTube Studio App 上編輯了 因此下載了 Full Browser 這個瀏覽器 它讓我得以登入桌面版 YouTube 創作者工作室 可以編輯更多的細節 不過由於它開啟 YouTube 網頁時 會預設開啟 YouTube App 所以必須先把 YouTube App 移除 代表完成整個工作需要歷經比較繁複的步驟進行切換 不過使用虛擬鍵盤打字 整體上的反應時間都很快速 YouTuber 日常挑戰 成功 挑戰二 官網編輯發文 作為一個科技狗編輯 我們常常需要在官網發文 這時編輯內文就使用 WordPress 官方的 App 文章部分也用 Google Docs 完成 同時也已經拍好開箱照片了 現在就準備來匯錄照片吧 那因為 iPad Pro 沒辦法直接插記憶卡 需要拿外接周邊來匯錄剛剛拍照好的照片加入文章 這時候我習慣使用多工視窗來加快整體的流程 一邊開啟 Google Docs 一邊開啟 WordPress 再將 Google Docs 上已經編輯好的文章複製過去 接著就是插入圖片啦 在沒有滑鼠鍵盤的狀態下編輯 WordPress 明顯的吃力了許多 而且當手指一點擊到空白處呢 就會一直跳出鍵盤 無論是在插入圖片或是插入段落都相當不方便 再來一點就是沒有滑鼠會很難選取你要的段落 就算上傳照片這點無大礙 但編輯文字這點實在不行 而且用了一小段時間 脖子跟手臂都顯得非常痠痛 這裡的官網編輯發文呢 挑戰失敗 或許你會說 為什麼不買原廠的充飲鍵盤呢 問得很好 因為雖然漸層的回饋上不錯 但是在選擇上呢卻顯得很疲累 而且11吋 iPad Pro 充飲鍵盤重達600克 那原本還算輕巧的 iPad Pro 總成超過一公斤 而且它很貴 跟64GB的 iPad Pro 價格相加之後呢 重量跟總價都貼近我們先前介紹過的 MacBook Air 而且如果我在辦公桌使用 其實只需要一個可以架住 iPad Pro 的保護套 還有外接的藍牙鍵盤就好啦 說到這個 iPad Pro 2018 從發售至今一直有彎曲問題 官方也證實確實會彎曲 但不會影響機殼強度或產品功能 可是你要叫做平板當然就是要平了 不然稍微凹一下就彎到直播回來該怎麼辦呢 那為了防止外力刮傷、凹傷 有個保固套來保護 iPad Pro 也是很合理的事情 就我自己來說保護套需要有以下特色 好穿脫、具保護、多功能、要美觀 而這次介紹的 JT Legend 的 iPad Pro 2018 Amos 摺疊布紋皮套 就很符合這些條件 JT Legend 暱稱是 JT Legend 成立於 2010 年是台灣本土的自由品牌 智力開發美感與功能結合的產品 研發出的保護防震技術 Elastor Shark Technology 在市場上也獲得許多好評 iPad Pro 2018 Amos 多角度摺疊布紋皮套 一共有石墨黑及牙皮灰兩側 皮套整體外觀使用布面紋理設計 貼合 Apple 的簡約 內襯使用超細纖維 防止螢幕刮傷 殼面部分是硬殼材質 四周則是 TPU 材質最有彈性 除了機身安裝時相當好穿梭之外 這樣的雙料設計在具保護上也有堅固 TPU 包覆性足夠 將脆弱的側邊框部分有效隔絕桌面 避免無法撲滅的刮痕 硬殼能夠有效防止令 iPad Pro 折彎的衝擊 就算背面平放也不會擔心刮傷突起的主鏡頭 不過這款不算是軍規防護 所以一樣要小心不要太大力碰撞 針對 Apple Pencil 2 的使用者也很貼心 側邊不僅有置筆槽 還在背後留有小開口方便取筆使用 具有磁力的上蓋 可以支援基礎的磁吸感應、喚醒跟休眠 同時上面的切割折痕可以變化多種角度 我自己也是嘗試出四種角度 可以因應打字、寫字、看影片、玩遊戲等多種情景 注意到右上角的折痕了嗎? 它有個專屬名稱叫做 QCAC Quick Camera Asics Corner 此為品牌的專利設計 很適合搭配 Notability 和 Good Notes 筆記軟體 折下來就可以立即拍照 不需把上蓋翻來覆去 折角會被磁力吸附住 將主鏡頭直接露出 不管是拍照、掃描文件、掃QR控能都相當方便 市面上的保護套大體上雖然都有折痕上蓋的功能 不過 QCAC 與 Apple Pencil 2 比槽 正是 Amos 很特別的設計 除了這些功能外呢 其實還有一個很大的差異 就是 JD Legend Amos 的顏色內斂許多 終於擺脫鮮豔飽滿的配色了 再要美觀這點也是合了我們的口味哦 現在讓我們試著回來看看剛剛挑戰失敗的部分 重新裝上 JD Legend Amos 保護套 再搭配個藍牙鍵盤 在手跟鍵盤並用的情況下呢 儘管還是有那麼一點卡 不過這個擺放角度還算是符合人體工學了 耐住性只用手指操作 也總算是將圖片一一上傳 而且完成一篇像樣的官網貼文了 官網編輯發文重新挑戰 成功 挑戰 3 看 Apple News Plus 趁著休息時間來使用 Apple 新發表的 News Plus 服務吧 對 只有這個服務是 3 月發表會當天可以用的 其他都 不用再提 每個月約 300 台幣 就能雜誌與媒體文章看到寶 訂閱的第一個月可以免費使用 當然就要來好好利用一下囉 在這裡講一下我們開啟的小技巧 首先你必須要有美國的 Apple ID 才能下載 News App 同時要將語言與地區設定在美國 才能順利開啟 News App 但是一般情況點下 News Plus 開始試用 按鈕之後是沒有反應的 你還需要有美國信用卡付費管道才能啟用 在這裡我自己是使用美國運通 台灣的信用卡則無法通用 因此這部分就會比較麻煩一些 再來由於 News Plus 都是美國當地的媒體內容 所以訂閱後你每次要閱讀內容時 都需要到設定 Items 與 App Store 項目中 登錄你的美國 Apple ID 才能夠順利讀到文章 介面與排版清爽是 News App 一大特色 它把雜誌標題整個打散 讓使用者不是針對某個雜誌或新聞品牌來閱讀 而是以何口味的文章分類來做呈現 若是閱讀此標題的媒體 有提供電子雜誌下載 就可以在首頁上看到每一期的下載介面 點選圖示就可以存起來囉 之後可以點選觀賞 就跟翻閱實體雜誌一樣 有的封面還會做成動畫形式 算是很有噱頭 在 iPad Pro 上看雜誌這一點體驗非常的棒 不浪費紙張 11 吋螢幕閱讀面積寬闊又保有輕盈的重量 看 Apple News Plus 挑戰 成功 挑戰四 看書做筆記 新款 iPad Pro 不再支援插屁股的 Apple Pencil 1 代 現在我們就來挑戰在筆電上很難做得好的看書做筆記吧 試試加上 Apple Pencil 2 後到底好不好用 先來下載 Note Writer 之後將電子書匯入 最上面有一排工具列 顏色、橡皮擦、各式各樣的筆刷工具 在電子書上做筆記就算寫錯了 直接清除也不會有痕跡 在電子書閱讀部分 我則是使用 Readmo 讀墨 常見的一些商業書籍都有電子版可以購買 同時它也支援 Apple Pencil 2 畫線做雲端筆記 這部分原本就是 iPad Pro 的強項 因此看書做筆記理所當然挑戰 成功 挑戰五 玩遊戲看影片 休閒娛樂就是 iPad Pro 的超強項 App Store 有成千上萬玩不玩的遊戲 而傳說對決的體驗也是相當不錯 用了 iPad Pro 後每次都是我先到達百分之百 這種感覺只有一個是爽 雖然使用的是大螢幕 但是視野還是沒有變光 只有遊戲整體畫面單純的放大 不過就讓爽感倍整了 在看影片部分 由於 iPad Pro 支援 Dolby Vision HDR 格式 因此在看有支援的 Netflix 或是 iTunes 電影時 會更能感受鮮艷色彩 光彩動態的顯示效果 這部分也是大部分筆電比不上的體驗 至於要如何讓你的 Netflix 更好看 就可以來看看我們之前的影片 而怎麼看才會舒適呢 記得利用 JT Legend Amos 多角度立架功能 讓整體的收視體驗更加提升吧 玩遊戲、看影片、挑戰、成功 本次我們一共歷經了五個挑戰項目 基本都涵蓋了我一整天的工作與休閒會用到的奇境 看雜誌、玩遊戲、看影片 當然都不會有問題 但 iPad Pro 在編輯文件跟圖像部分 並沒有辦法很得心應手 需要額外外接的鍵盤跟手指並用 才能讓過程順利一些 雖然我們五個挑戰最終都成功了 但其中有幾項工作都需要繁複的切換與花費時間 感覺就是硬體效能超群 但是輸入介面很笨 所以 iPad Pro 可以取代你的電腦嗎 我想如果你的電腦只拿來娛樂 那麼 iPad Pro 都很能勝任 但只需要有那麼一丁臉 非得要用滑鼠才能完成的事 依我看 iPad Pro 縱使有上千個理由 可以成為你的下一台電腦 它也不會是你的下一台電腦 你也有這種想法嗎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別忘記訂閱 這也是科技狗的3C動 我是Eason 我們下次影片見囉